就擔心惡劣天氣會發生意外 警方上前關心 但男子一臉心虛 虛弱回答自己在露營 警方在帳篷內發現 瓶瓶罐罐 還有泡麵鍋子卡式瓦斯爐 設備相當齊全 帳篷外則是堆滿垃圾 實在不太對勁 這一命男子穿越了崎嶇道路 來到潛水灣海邊的防風林紮營 這裡不但風大氣溫低 而且一遇上下雨漲潮就會淹水 怎麼三星半夜要有人去海邊 風浪那麼大 這幾天那麼人海浪都打在旁邊 怎麼有人在海邊 不畏低溫大費周章不是沒有原因 原來五十五歲的朱姓男子 在臺東偷汽機車 是一名竊道通氣犯 為了躲避警方追氣 大老遠從臺東跑到新北三隻 在海邊露營長達四個月 前犯被逮時還向警方公稱 曾經先到滑江橋下高灘地 練習野外露營一段時間 之後才跑到更偏遠的新北三隻 以為在防風林隱蔽就不會被發現 但犯了罪無論逃到天涯海角 還是躲不過警方天羅地網 華視新聞黃神章趙元新北報導